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闯过燕门 到底要过几道关 终于是闯关成功 拿下了燕门关 杨家忠烈 昭君出赛 燕门风雨演绎多少传奇佳话 文旅大发现长城风生枝 逐鹿燕门关 马上播出 古人云天下酒赛 燕门为首 今天的我们文旅大发现节目来到的是山西省新州市代县的燕门关 作为今天的我们来说 长城和关爱的军事作用早已经成为过去 但是悠悠的历史长河并没有冲刷掉它的风采 长城十三关 山西有五关 其中燕门关以及宁武关 片头关 合称为长城的外三关 而作为长城外三关之首的燕门关 在历史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所以今天呢 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座宝金沧桑 历经枪林淡雨的古关吧 燕门关 位于山西省新州市代县县城西北约二十公米处 它北立燕北高原 南平兴定盆地 是长城上的重要关爱 也是中国明代长城的代表作 以显著称 这里风鸾叠杖 山崖陡峭 关墙密集 丰厚 遥乡呼应 城墙随山势而建 周长五公里多 每一百二十米 建敌楼一座 作为古老的军事要塞 燕门关历史之悠久 地形之显觉 体系之完备 地位之重要 战争之平凡 雄居华夏民官要爱之首 如果说长城是一条历史绳索的话 那么关爱就是绳索上的绳结 其实关爱的作用主要有两部分 首先是军事防卫 其次就是商贸控制 比如说军事防备方面 狱警 屯兵 储存粮草 以及最后的打仗 都属于它的范畴 而且很多的关爱建造的 都是根据当地的地形地势所建造的 因地制宜 以至于长城和关爱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 长城关爱常见于关京要道之处 它通常选择和构筑在 具有重要战略 战术价值和敌我必争的高山峻岭之上 深沟峡谷之中 依山傍水的咽喉之地 能以较少兵力抗击较多敌人的进攻 同时在贸易控制方面 主要是货物 互通往来 查验以及征收赋税 是贸易的集散地 在历史上 燕门关正是在这两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以被视为兵家的必争之地 而根据史料的记载呢 燕门关最早的记录出现在西州时期 到现在为止大约有三千多年的历史 而我心里一直有一个疑问还没有解开 就是燕门关名字命名有什么依据吗 在名字命名的背后又有哪些故事呢 那节目在录制过程中 也会在黄河文旅大发现的官方花椒直播平台上 进行同步的网络直播 我现在呢 也是在燕门关的另一段长城上 这里的风真的非常的大 然后呢 刚才呢 罗欣提出了一个疑问 就是燕门关名字的由来 关于这个问题我也是非常的好奇 如果知道答案的话 可以在屏幕下方随时跟我们的主播进行互动 然后呢 接下来我要去采访一下 咱们燕门关的游客 看一下它们到底 这是到底什么原因 我也要吸而恭听 我不信 我只做这个电关 不知道 不知道啊 有没有听过什么就是传说 听过一旁一旁 因为这个地方 我没有去说话 这地方以前的地名叫做燕门档 然后后来可能就由此而演化而生 燕门档 燕门档是哪个档呢 就是用草 放了一个草 去到一个汤的那个档 哦 那你知道燕门档的游来吗 因为这地方是以前的 但大雅南飞的毕竟这种没难 因为大雅南飞行的高空不得低于 不得高于三千米 所以他想要飞过这些三千米左右的高山 相当的困难 所以说他只能通过这种 这边比较相对比较狭隘的关口 听同学说的是头头是道 燕门档名字的由来真的是这样吗 别急 先听游学生 银一首燕门太守行 燕门太守行 唐礼賀 黑云鸭城 成玉吹 假空向日 心灵开 早生满天 秋色里 塞上胭脂 明叶子 半卷红旗 淋溢水 双重骨寒 升不起 宝君黄君 韩相义 一首诗迎出了雄关的豪迈气势 可是燕门关名字的由来还是个谜团 罗兴有没有找到呢 一路走来问了几个朋友啊 对于燕门关名字由来的说法 真的是完全不统一啊 但是我觉得其中有一个还挺靠谱的 就是说可能这大雁经常从这经过 所以说刘名叫做燕门关 到底他这个名字来源是为什么有什么依据没有啊 我还真的请了一个强大的后援团 我们的智能团 也就是我们的导游部的代部长 一位漂亮的小姐姐 跟大家一块分享一下燕门关名字的由来 首先这个燕门关这个名字由来呢 好几种说法 好几种 对 都有哪些啊 这是一个自然形成的天然的屏障 我们就以它这个地形来说的话 首先我们能看到这个燕门关的这个一个德名 你可以看到 我们以这道城门楼为例的话 你可以看这个形象像不像一个大雁在飞 这个长城是大雁挥动的这个翅膀 中间的城楼代表就是大雁的咽喉 是对称的 而且你这样来看的话呢 这翅膀还真挺宽的 所以它这个城楼的这个造型呢 都是这样而建的 除了行刺大雁 史书中还有另一种说法 顾炎武的天下俊国立并书中描述燕门关 重鸾叠杖 辖举云飞 两山对峙 其行如门 而飞雁出入其间 顾名燕门关 那说这有燕飞过期间是真的有吗 这个当时也是在这个 它这个史书上记载相传的是当时的这个大雁飞燕门关的时候呢 因为燕门关这的山高峰大 它飞燕门关没有一个平衡点的话 它过不去 它必须团圈这个三圈找个平衡点 而且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 是嘴里头雕这个芦苇叶 雕个芦苇叶 来试验一下这个气流到底大不大 如果这个芦苇叶能顺势而下去的话 说明今天的气流比较小 而这颗的气流也小 它完全可以飞过去 如果说它那个芦苇顺这个风势而飘走的话 说明这气流比较大 它必须再盘旋 再找平衡点才能飞过 这就是燕过盘旋三回的这种 是真的有这些现象来印证它的 原来这就是燕门关名字的来源 非常有意思 不汉相争 寻雄逐鹿 闯过燕门 到底要过几道关 终于是闯关成功 拿下了燕门关 杨家忠烈 昭君出赛 燕门风雨演绎多少 传奇佳话 文旅大发现 长城风生之 逐鹿门关 马上播出 找到了燕门关名字的由来 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下燕门关的战争史 你知道吗 一部燕门关的历史 就相当于半步腥风血雨的中国古代军事史 三千多年来 燕门古赛 胡汉相争 群雄逐鹿 战事连绵 作为万里长城重要关口的燕门关 是从赛外到中原的必经之地 早在西周时期 周文王之子 姬姓就长期束手燕门 镇国时期 赵国名将李牧更是长年征战在燕门关一带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 派遣大将蒙田率兵三十万 从燕门关出塞北 收复了河套地区 并且修筑了万里长城 汉代名将李广 魏清 霍去病等 多次出燕门 北伐匈奴 唐代名将郭子怡 出燕门 平定了安史之乱 薛仁贵则长期镇守燕门关 防御突厥难返 北宋面间 燕门关成为宋辽两国的边界线 忠永善战的杨家将 长期镇守燕门关 与辽军在燕门关一线 进行过旷域持久的拉锯战 留下许多精忠豹国 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 在燕门关的战场上 如果罗欣是一名想要从赛外 打进中原的将士 那么他必须突破重围 攻下几道重兵把守的关门 所以我现在是一路从赛外 往中原的方向在行走 跟大家说到的是 即使我过了这第一道 城门楼的防御体系 我也并不算真正意义上的 进入到了中原 只是进入到了燕门关的 关城之内 前面还有三道城门 在等着我 这个任务是光荣而兼具的 哇 你这个城门楼好重啊 可想而知啊 在打仗的时候 并不是能够 仅凭一人之力 就能够推开这座城门的 罗欣推开的这道城门楼 叫明月楼 是燕门关的第一道关门 又叫罗城门 战争时主要是士兵 在此巡逻驻守 走过明月楼 就是边茂街 明清两代 这里是边关贸易 最繁华的地方 经过了城门防御体系的 第一道城门楼呢 又经过了这一路崎岖不平的 青石板谷关道 我终于是来到了 第二道城门楼啊 有点喘 可以看到呢 在城门楼中间呢 有石刻提记 燕门关三个字 在两侧呢 还有一幅对联 上面写到 三边冲要无双地 九塞尊崇第一关 那这幅对联呢 就一语道破了燕门关 它的重要性 而作为一个古战场来说的话呢 有一句话 可以非常简要地形容 燕门关的重要 那就是得燕门关者得天下 失燕门关者失中原 第二道门 也叫瓮城门 这道门 见证了大大小小的战争 过达一千七百次 从门下走过 似乎能听到 当年金戈铁马的战火声 而紧挨着的 就是第三道城门 这第三道城门楼呢 叫做地利门 可以说我进入到 这道城门楼之后呢 就可以直接进入到 燕门关防御体系当中的 核心位置 因为它的司令部 就在这道城门楼里 那经过这道城门楼之后呢 再过一道城门楼 我就可以直接到达中原了 可以说我距离中原的位置 就一步之遥的距离了 咦 这有两个字 我好像从来没见过 这是什么字呢 聪明的团子 在城门上发现了两个字 很特殊 其中有一个字 上面是一个山 中间是一个水 下面是一个土 大家有知道 这是什么字的吗 知道的话 可以在屏幕下方 写出你的答案哦 城门上 用鹅扁转体 书刻二字 独 地利 是武则天的自造字 地这个字就是地 他认为 一山 一水 一土 为大地 正是对燕门关的描写 是一个地理位置 十分优越的军事堡垒 一山 一水 一土 此字为地 好奇妙的形容啊 地利门洞中的石板路 坑坑洼洼 却十分光滑 这是古代战车 频频出入 重重碾压的痕迹 过了地利门 是一段上攀的路 转过一道弯 再往上 最后一道门 就在眼前 在我身后的这座城门楼呢 叫做天险门 也是燕门关 四大城门防御体系当中 最后的一道防线 也是标志性的建筑 那这一路走来呢 虽然说啊 目测的距离不是很远 但是呢 走在这样崎岖坎坷的 青石板路的关道上呢 还真的是有些费劲的 但是呢 一路上 突破了层层的关卡 就为是闯关成功 拿下了燕门关 攻入这道门 也就意味着 边关的战士 打入中原 而说起镇守燕门关的勇士 最广为流传的 要属 杨家将 在入关的广场上 杨家将群像 分裂左右 一边是杨叶带领 十位男将 一边是奢泰军 率十二名女将 英姿飒爽 气势非凡 了解完燕门关的军事历史 那我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呢 是燕门关至关重要的一条古关道 在历史上 这条古关道呢 南接中原腹地 北接塞外高原 而在不同的时期 这条古关道 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在战争时呢 这条古关道是一条旭雨腥风 狼烟滚滚的战道 在没有战争的时候呢 这条古关道 就是一条商道 它是山西商人走西口走东口的必经之路 通过燕门关 去往朔州大同呼和浩特等地 成就了山西晋商的财富神话 虽然历经千年 这条古关道 已经经过岁月的洗礼 时间的消磨 残坏破损 但是大家呢 可以很清晰地看到 历史上留下来的深深的车折印 这就是历史的见证 时间的痕迹 燕门关在和平期间 中原与少数民族在此通商互试 传输技术 匈奴将牛 马 羊 运至燕门关 换取内地的粮食 布匹 铁器等 中原的京京粮铁 不断输入关外 甚至进入欧洲市场 成为中原最早的交通港 承载了三千多年 历史沧桑的古关道 造就了燕门关的历史使命 也成就了燕门关的千古辉煌 然而除了是战场 是商道 燕门关还是一条和清之路 燕门关几千年来 一直是北方游牧区 和中原农耕区的分界线 它既是抵抗异族侵略的坚固堡垒 也是民族融合的大熔炉 看完了燕门关血雨腥风之后 如果说谈到对他的印象的话 我觉得他是铁汉也柔情 大家知道吗 这里除了是风烟滚滚 血雨腥风的战场之外 也是昭君出赛之路 昭君出赛的故事 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那王昭君在这儿 又有哪些故事呢 罗欣脚下的这道门 是刚才走过的旺城门 同样也是昭君出赛之门 汉原帝在位期间 南北交兵边界不得安宁 汉原帝为安抚北匈奴 选昭君与蝉鱼结成姻缘 以保两国永远和好 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 昭君告别了故土 登城北去 王昭君的队伍从长安城出发 中渡过黄河 浩浩荡荡的来到了燕门关前 过了燕门关呢 后边就是塞外大漠 遥远荒凉 还要在这边说思想之苦 然而呢 也因为昭君出赛的壮举 使得从燕门关外经过的地方 多年来再也没有发生战乱 出现了难得一见的安宁 王昭君的英勇献身 使匈奴同汉朝和好 达半个世纪 成为了流传千古的佳话 有人说 长城囊括了两千年民族战争史 是无数可歌可泣的悲壮故事 谱写的一部战争历史巨著 那么燕门关就是中原和末北 民族融合之门 古老燕门关传送了两千年 不朽战争史 令后人回惠无穷 追思不尽 三边冲要无双地 久在尊崇第一关 千百年来 狼烟不息战事不止 演绎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战争故事 成就了一代又一代 首官名将和英雄豪杰 成为家喻户晓 名垂史册的千古绝唱 三高 turbulent 眼儿未经许 你永远未经许 幽反